祝你生日快乐 奥皮拉 祝你生日快乐 该送礼物了 这给你的 生日快乐 还有我的生日蛋糕 我要吃一块 耶 生日快乐 他死了吗 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 朋友们 我要拨打911 警察 快接 这儿有巨尸体 我知道了 有人该刷牙了 我们去做点什么 显然奥皮拉已经死了 这胶带 就是这个 耶 好吧 你这个傻瓜 这用来围上犯罪现场的 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 哦 我有粉笔 在这里 好点子 好的 那么 看上去好看吗 给我 这是你该做的 现在这样很好 太棒了 你们疯了吗 给我 都没有人能做对一件事 这是我们的受害者 朋友们 看看这个 证据号码 这你们点的食物 这你们好味壳 哦 食物 终于 我们应该做什么 什么 这嫌疑人 其中之一就是凶手 嗨 朋友们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 你认为谁杀死了奥皮拉鸟 拜托 你帮助我们调查 这张糟糕的照片 这张好多了 它真漂亮 我喜欢 我也是的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哈 我一定出现了幻解 那么 请你个桌子 我们开始审讯吧 你 不 从你开始 我 耶 叫快速的三菱怪 接入审问 我来了 天呐 证据 它好慢 我读完了我的书 它到了吗 这个挡住我了 如果我吃点蛋糕怎么样呢 你敢 你没有毒 好点子 太慢了 搭上测晃仪 我想知道 谋杀那天 你在做什么 我会坦白的 那天 我夜如既往的 起得很早 我马上就快点锻炼了 然后我吃了一顿健康的早餐 还为我的好朋友 奥皮拉 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什么 发生什么事 骗子 裤子着火了 我们的耳朵 你们能响声 那样吗 说实话 你是追起谋杀的幕后黑手 承认吧 好的 我会告诉你真相 这就是我的一天的真正的样子 我没有听到所有闹钟响 我早餐吃了一个汉堡 喝了汽水压了压 接下来 我打电话给奥皮拉 他挂断了我的电话 什么 大胆 我不再是朋友了 这是一场噩梦 我在一堆垃圾里挑选礼物 我们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吧 你们觉得赛林选了什么礼物 鸡翅 笼子 还是包 请在下面写下评论吧 是笼子 毕竟它是一只鸟 是政府发生的事情 一针丢脸 好的 你没有说谎 你是清白的 只是如释重负 你可以走了 谢谢 朋友们 帮帮忙 我想我被卡住了 快出来 快成功了 我欠你个人情 猪猪 快坐下 你是下一个 我 当然 夏琳的年夜到处都是 好恶心 告诉我 那天你在做什么 天亮了 这样好多了 谢谢 对不起 开始 作为一个真正的猪 我在一个杂乱的房间里的一堆脏衣服中醒来 我拿来了一罐漂亮的泥巴 把自己裹在里面 小声点 谢谢 骗子 你犯了罪 你被捕了 等等 我可以解释 给我一点时间 你的时间从现在开始 现在 这还不够 这足以加入我的汉堡了 好了 小猪 你继续说吧 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我在一个完美的公寓里醒来 我洗了个澡 刷了我的牙 喷上我最喜欢的香水 我做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我放了我最喜欢的音乐来更好的消化 这是天堂 然后我做一个很棒的生日蛋糕 奥皮拉 拿走了 谢谢 小猪 再见 啊哈 你在蛋糕里下了毒 不 不 有罪 不要急于下结论 奥皮拉吃了另一个蛋糕 看在探测器的份上 你没有说谎 行 你是无辜的 对不起 小猪 我的名字已经清白了 于是 请坐 嗯 来点茶吗 听起来很好 不用担心 我就在这儿 发生什么事 那么 告诉我你的一天 那天早上 我一如既往上一节江菜的课 接下来我剪成所有的试卷 奥皮拉给我一个苹果 你真好 放学后我做瑜伽和冥想 然后我知道去参加奥皮拉的狂欢之情都是在看书 是你 凶手 够了 班巴琳娜 天哪 让你的眼睛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怎么能毒害奥皮拉 好的 我告诉你们真相 我在课堂上放了一个值班假人和一段录音来代替我 我在桌子底下打瞌睡 我做了一个美好的梦 在检查试卷时 我不小心把咖啡撒到了试卷上 我再也救不了试卷了 这很糟糕 什么 这是我们的试卷吗 你毁了他们 你怎么敢用这样的态度对我 有动机 有罪 我不想听到他 但这是真的 逮捕他 请不要 朋友们 请给这个视频五万个赞 这样他们就会放我走 快到最后了 我想奥皮拉道了歉 我们亲了一下就很好了 太好了 无罪 对不起 如果不是班巴琳娜 夏琳 或猪猪 那就只有 你 快说 开始 我会把事情说清楚 我像往常一样沿着大厅走 我熬遇了我的忠实粉丝 这我们最好笑着 可以请您签名吗 当然 我喜欢 来点咖啡吗 哦 谢谢 亲爱的 凶手 不要亲们 快说 好的 我散了一点谎 事实并非如此 同学们 我在这儿 你们好 大学里大家都不理我 班巴琳娜把咖啡撒到我身上了 你能别当我的路吗 等等 讨厌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行 之后 我去了班巴琳娜的办公室 她还在桌子底下打瞌睡 我给她盖上了被子 小可爱 我们一起跳舞吧 我们是一堆很棒的情侣 爱是我唯一的罪过 哦 什么 睡吧 亲爱的 所以她还活着 只是在打瞌睡吗 当然 这是她的生日代办事项清单 什么 睡了一整天 她做到了 她好厉害 真是松了一口气 案件结案了 我们可以玩得开心了 好棒的派对 一个礼物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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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害虫好多少 好 哈吉 嘿 我盲人的朋友 兄弟 现在流行什么 这都好过时了 好的 到厨房来 兄弟 哦 你也来了 亲爱的客人们 请坐 不过 只有一把椅子 这是一份礼物 这是给我的妈 然后坐着的是什么 朝铁妈咪 口香糖球 城里每个地方都有口香糖 等等 现在是每个地方 爸爸 我的礼物来了 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 爸爸 生日快乐 生日 我没有准备礼物 我的意思是 我在大学时 举办过这个舞会 现在的口香糖价格 太疯狂了 闪开 站起来 斑斑 这是我的位置 生日快乐 爸爸 哇 礼物好大 里面有什么 一个金蛋 这游戏以来最好的礼物 我也把它放在 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 怎么 爸爸 我只是想请你上桌 快点 好的 朋友们 解决时间到了 这给所有人的新鲜的口香糖 好吃好吃好吃 奥皮拉 吃吧 我不吃了 我正在吃特别的食物 什么 我想他不知道 这些炸鸡腿是从哪里来的 好的 祝你们好胃口 哈吉 你看了最后一场哈吉球比赛吗 哦 我很抱歉 为我的健康干杯 耶 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们这些家伙 我需要一点时间 这工作电话 我必须接听 口香糖粘住了 我感觉很难受 那边 我好冷 我去拿我的皮大衣 我的意思是 你穿着一件毛大衣 大家都走了吗 我一个人吗 啊 谁在乎呢 我要自己吃掉 所有的口香糖 啊 发生什么事了 啊 蛋 疯了 什么事了 你还好吗 我的肚子疼 我的蛋 被偷了 是谁干的 是他 不 是他 停 我会破这个案子的 不然的话 我就不会成为 波比的游戏时间里 最好的侦探了 我会找出你们中 哪一个透露我 珍贵的金蛋 在此之前 我会把门关上 不让任何人逃走 嗯 你们还记得门的密码吗 在下面写下评论 不许偷看我的笔记 走开 哈吉 是你偷了蛋 承认吧 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 是吗 奥皮拉 吃点震惊药 坐下 闻到你了 你们都是嫌疑人 但是 谁有动机和机会 偷我珍贵的蛋 奥皮拉 斑斑 哈吉武吉 你的想法是什么 谁制造了试剂抢劫案 帮我找到小偷 并在下面的评论中 写下你的猜测 我们从你开始 哈吉 我们给你装上测谎仪 我们来澄清事实 好的 我们聊聊吧 哈吉武吉 承认吧 你偷了卫生纸 没有 骗子 好的 把它拿回去 哈哈 我就知道 下一个问题 你取决过这些拖鞋吗 我 我没有 你撒谎了 重要的问题来了 你偷了精蛋吗 我 不 我没有 你也说的是实话 天哪 事事事 侦探爸爸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下午三点零五分 你在哪里 告诉我 天哪 卡西小姐 来吧爸爸 我给你看一些东西 看 你有监控摄像头 你可以亲眼看看我在三点零五分做什么 我这缓电话 这是不在场的证明 好吧 我们肯定也知道一件事 房间里 有人偷了我的精蛋 还不肯承认 我怎么查说是谁干的呢 哦 对了 有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 左右左 抓住斑斑的脚趾 你偷了我的蛋 不 不是我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你 不 放弃吧 奥皮拉 正义会得到伸张 别担心 嗯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庆祝我的生日 突然 生日快乐 爸爸 生日快乐 爸爸 哇哇哇 始终敲响了三点五分 哈吉要去打电话了 你假装生病 利用我们的好意 离开了房间 我会把它写下来 我们继续跟着你 你没想到会碰到哈吉 最后 你却进了房间 之后 你的坏蛋本性 就露出来了 你抓住了蛋 你把它藏在枕头里了 我的意思是 显然 还有什么地方呢 这是完美的饭剧 哎呀 爸爸 不准偷看 就是这样 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所以 慢慢偷了蛋 并把它藏在枕头里 被指控有罪 什么 不 别再说谎了 先生 你有罪 我会证明的 这是主要的证据 这个枕头是 斑斑藏单的地方 真讨厌 什么也没有 好吧 我没想清楚 如果我们排除 斑斑斑和哈吉武吉 那么我们就只剩下一名 谐音人了 是奥皮啦 什么 不 我为什么要偷自己的蛋 很简单 答案就在这个文件夹里 你 我的小鸟 为金蛋买了百万美元的保险 这就是你的总体规划 自己偷蛋 获得报酬 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鸟 很明显 是你 小鸟 鸟儿们 别打架了 这是发生的事情 我们再举办生日派对 三点零五分 哈吉出去打电话了 之后 斑斑走出去 解决他的肚子问题 奥皮啦 假装他很冷 所以 他需要尽快穿衣服 不要吃这个 我在看着你 爸爸 你赶紧跑到大厅 穿上外套 但是你为什么要冲到客厅 第二个原因 你伪装成豹子 这样 没人能看出来是你 你跑去偷蛋了 耶 你想成为历史上 第一只价值百万美元的鸟 哦 天真的小鸟 你太高兴了 哦 如果你们想在智商上战胜长腿爸爸 你们就得聪明点 案件几乎撑破了 是你 奥皮啦 这一切都说得通 不 不是的 抱着证据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蛋 它就在盒子里 没有 哦 在手提箱里 也不在这里 那就在背包里 什么 怎样才能找到有钱的鸟 还给我 这是私人东西 我想 奥皮拉理论就这么多了 我错过了什么 那么 谁偷了蛋呢 答案很明显 我们一起想想 但不可能自己走开 够了 太烦人了 我是无辜的 你也是的 我们都得回家了 朋友们 站起来 走开 等一下 那是什么 太多巧合了 停 大家都回来 又有新的闲人人了 是凯西米西 凯西米西 它怎么了 问题很好 它在这里 就在哈吉武吉里面 你走不远呢 宝贝 你的伪装不见了 凯西小姐 我一开始就怀疑你 什么 没有人值得信赖 哦不 我暴露了 天才的侦探 长腿爸爸来告诉你 到底发生什么 凯西米西盯上了金蛋 和哈吉武吉一起 制定了一个计划 凯西把自己染成了蓝色 之后 他在电话里 向哈吉武吉示意 一切都准备教训 可以开始行动了 当蓝色的凯西米西 从正在打电话时 真正的哈吉武吉 却偷偷溜进房间 偷淡 很好的计划 开心 但是你还是没有我聪明 为了证明我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哈吉武吉 不可能 现在你不能偷任何东西了 我有口香糖 这是完美的时机 谢谢 客人在哪里 大家都走了 说来话长 哦 这什么 这些是我的礼物 我有一个点子 那么玩吧 爸爸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记得等会儿吧 来吧 会很有趣的 谁都不许动 抢劫 大家举起手来 你们是谁 认不出我们吗 愚蠢的面具 这样好些了吗 把神奇宝贝交出来 嗨 马上进来 回头一想 如果这个视频 获得五万点赞 我就放过你 不不不不不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 给这个视频点赞 皮卡丘 是我们的 我即将拥有 所有的宝和木球 什么都不留 哦 不 警察 亲爱的 保持冷静 我有办法 孩子们 过来 别担心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来一杯 长腿饮料 怎么样 给 喝了它 这就对了 哦 真可爱 换装魔法 奏效了 都不许动 谁洗劫了商店 长腿 我们是无辜的 大人干的 那我该相信谁呢 好了 别开玩笑了 你们被捕了 非常管用 来吧长腿妈咪 我们开始做饭吧 把所有的神奇宝贝混在一起 做成神奇药水 让我们施展魔法吧 把那些宝可梦球给煮了 我们启动了一个棘手的计划 我们最终会得到什么呢 是一种神奇的药水 宝可梦球又一个 药水必须像太阳一样火热 如果一个人类试了这个咒语 可能不会有好结果 还有做饭 还有做饭 宝可梦餐 秘方是必须的 布门铁锈的百年口香糖 还有烹饪 还有烹饪 宝可梦餐 神奇喷去酒 哦 它在那里 快点 把宝可梦球打开 嘿 我们的宝可梦 这是什么宝可梦 地球 大叶圆 小全石 超音符 甚至还有抽轰的霸王花 合在一起 就是多面皮卡丘 等等 我在哪里 这是你的新家 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 我的营业员呢 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 你们不是我的父母 你就安心住下吧 毕竟不是你想跑就能跑掉的 我想回到我的营业员身边 我们是你的家人 爸爸 去拿更多的神奇宝贝 当然 长腿叔叔会拿着更多的神奇宝贝来找乐子 绿色 蓝色 红色是密码 不要告诉任何人 蓝色 黄色 什么 我没成功 嘿 伙计们 帮帮我 密码是什么 请在评论区中告诉我 求你了 皮卡丘 你在做什么 我想回家 把你那可爱脑袋里的想法都去掉吧 我这里需要你 首先 给我所有的手机充电 皮卡丘 就决定是你了 打开你的发电厂模式 哦 耶 免费用电 零电费 接下来呢 嗯 下一个命令应该是什么 哦 我想起来了 小火龙 就决定是你了 给我点一把火 好的 搞定了 还有别的要求吗 太好了 小圈石就决定是你了 我想要按摩 哦 感觉真好 给我吹吹背 轻点 太好了 哦 我好像重生了 我能回店里了吗 有健康了 你在说什么 来 吃点镇静口香糖吧 哦 耶 有瞬间麻木效果 我们都爱它 没错 继续嚼 仔细听着 我们是你的新父母 我们是你的新父母 你们是我的新父母 懂了吧 好吧 好吧 现在我们来看短币达人节目吧 可怜的皮卡丘 哦 耶 我想到了 我的旧神奇宝贝 你们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 这么多年了 看起来还不错 走吧 哎呀 我不是故意的 爸爸 看看谁在那里 皮卡丘 皮卡丘 待在这里别动 有人在这里 赤焰咆哮壶 把他们烧成碎片 哦 这车和长腿皮配上了吗 好吧 放马过来 我们来比试比试 滚 嗯 就这样吧 我都没有留一滴汉 哦 哇 你看起来糟透了 你会累垮的 哦 我要烤棉花糖 我的意思是非常方便 就这样 得灭火了 卡住了 哦 失变了 对付你足够了 嗯 喂 你好 孙子 长腿奶奶 嘿 真是悲剧 长腿爷爷走了 他去世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哦 里面是什么 我马上回来 带着别动 超音符 你知道规矩的 怎么了 进我的厨房 可不是个好主意 你是谁 我 我是超音符 超音符 啊 哥们 你的口气好臭 哦 确实如此 要口香糖吗 嗯 是啊 谢谢 口香糖有奇象 好了 我们可以继续了 嗯 就是这样 是你逼我用长手打你的 啊 哈哈 够了 哦 等一下 我去看看烤箱 闪开蝙蝠 什么 好吧 进去 出来 把托盘拿出来 看 都做好了 嗯 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意思 这里 淘汰塞 这个打你来挨 长腿妈妈 放下厨具休息一下吧 皮修 是我 嘿 我们赶紧回家吧 时间不多了 哦 他们是我的新父母 嗯 皮修 梦幻 跟他聊聊 哦 不 梦幻 你曾经是我最强的神奇宝贝 现在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现在是宝可梦枪 嘿 消防员 回家吧 你也是 梦幻 嘿 为什么他不会把你吸进去 你是布起宝可梦还是什么 我的小玩意儿可能出问题了 长腿爸爸 胳膊长 见识断 让我们把这个小人赶提家门吧 拜拜 永远不要回来 干得好 长腿妈妈 皮克球 一起来 把枪交出来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长腿爸爸 把宝可梦球拿出来 让我们做一个新的神奇潘去酒 等你发现了再说 宝贝 到球里面去 哈哈 像神话一样 搞定 哦 好烫 很简单 我们得到了什么 太棒了 我们的多面皮克球变得更强大了 请坐 坐在这里 宝贝 是时候来一杯泡泡糖了 嗯 我可以喝一整天 嗯 嗯 我也是 我饿了 吃点口香糖吧 原口香糖 长口香糖 我不要口香糖 你怎么能不想吃口香糖呢 口香糖 贴好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来块口香糖蛋糕 来块口香糖蛋糕吧 吃块口香糖吧 放入口香糖 做成口香糖面团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东西 听 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啊 你终于想到了 口香糖求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直接来自巴林南代厨艺学校 长臂快乐 就是这样 来吧 我不吃 什么 他拒绝了 你说你不吃是什么意思 你不能错过口香糖蛋糕 小伙子来咯 想吃点心吗 哦 对了 你的最爱 尽情享受吧 好孩子 对你有好处 盘子干干净净 就是这样 留下来 留下来 说到底 培训学校是个好主意 看 每个人都喜欢吃口香糖馅饼 洗碗 我不吃 走开 啊 哦 我们得走了 我们往哪里跑 躲起来 那些满脑袋口香糖的怪人在哪里 你们以为我找不到你们吗 哦耶 他找到我们了 这么定着我们干什么 嘿 拜托 放下 我明白了 我自己先跑了 快跑 长腿妈咪 快跑 长腿妈妈 关上门 我们得藏起来 起来 爸爸 他马上就找过来了 在这里 灯后面 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他来了 他来了 他们在哪里 藏在花里 好俗气 它是破了 快 快离开那里 我们不是你的父母 快跑 哦 好俗气 我们必须在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之前救出皮丘 哎呦 好烫 我来了 皮丘 哎呦 哎呦 哦 我太老了 测不动了 皮丘 看那里 我叫你 小石头拳 成功了 嘿 神奇宝贝 回到你的宝可梦球里去 比卡丘 皮丘 你回来了 我太想你了 好吧 我们得去商店了 神经病可以留在这里 看还谁在说话 我们把门关上 这样他们就不会回来了 我受过了神奇宝贝和售货员 冷静 亲爱的 我们会报仇的 但是现在 哦 发现新的受害者 他在那里 那里有什么 你在忙什么 哦耶 你会喜欢的 啊 他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